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个 如我所料 火起火起 哪来的老鼠这么大 还会说人话 居然在烤紫双云芝 太浪费了 这种东西当然要生着吃才好吃啊 大老鼠 呸 本尊乃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至尊光兽 灵曲 别嚷嚷了 你的灵芝糊了 今天的灵芝还嘎嘣脆呢 等等 谁在和本君说话 本君不是在山河之里 我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本君的神策呢 说 你们几个 莫不是那石孟末找来的帮手 来偷本君的神策 快交还来给我 本君考虑 拿石孟末最喜欢的压缩甘粮 入梦符跟你们交换 压缩甘粮 入梦符 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这少见多怪 本君还能骗你们不成 来烧入梦符 释放梦境 本君让你们长长见识 哇哦 竟然有这么多奇怪生灵的梦被封存在符咒里面呀 山野精怪 皆有梦 将这些梦封存入符 便能得以保留 如果烧掉这些符咒 便可以重新释放梦境 看看这儿 保持一张 诛杀两点 众生之梦皆在其中 所谓浮生若梦 哈 这里面的就是夜吃被封存的梦 要么来看看 齐齐 我们来了 诶 诶 诶 等等啊 梦里面你们会变成夜吃的知不知道喂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打个瞌睡怎么就 它是梦 哇 夜吃的声音 我是夜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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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灵 是你吗 你怎么变成了夜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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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夜吃 顾 诶 诶 诶 是夜吃 夜吃可比十块好对付 咱们要么还是改行 算了 赛 改什么行 烈石名声好听 你懂不懂 手脚轻点 少坏一些皮 多卖些杂 那边的小夜吃要活的 达官贵人出了高 Elena 烈食人好像要对我们动手 于昔 我们该怎么办 地面上的是噩梦之阵 我们现在是夜吃 有技能能将这些人击退进阵内 消耗他们的气血 推进噩梦中 就能让他们进入沉眠噩梦啊 头儿 这群夜吃好像有防备了 瞎说什么 畜生懂个尖的防备 动手 一过二载了 我上次玩这边好像打两次 我想下啊 我要这么多 我有忘记了 好 站这里 对 站这里 刚刚录招义的配音很像吃汗 有我吃汗吗 我这一关算很简单啊 就就这样子而已 不不难 完全不难 好 解决 就这样子 天地之律 万象之变 不好 他们竟然这么快就醒了 本君的酒倒好像没醒 哎呀 糟了 还没找到山河志 大仙 你这翻翻找找 做什么呢 你这入梦福 不会也是这么偷来的吧 啊 呸 胡说八道 这是本君从石沫沫的老城里找出来的 那不还是偷 而且石沫沫不是吃梦的吗 能有封存梦境的能耐 这 或者与石沫沫无关 是维族传说中有苍狼白鹿 苍狼守护白日 白鹿守护梦境 这入梦福 倒像是传说中的白鹿所会 守护神风梦 这 我怎么就觉得 是有什么人封装了这些梦 偷走众生之梦呢 哼 就是石沫沫 跑不掉的 他就是想把梦存起来 当过冬干粮 苍 那岂不是说 要入梦福 得找石沫沫的行踪 依依听说 他喜欢顺地卖活动 据说有本山河志 和地卖有关系 大耗子 你好像就是在找着神策 唉 说来话长 那是本君与石沫沫的纠葛啦 你们想找入梦福 嘿 那就慢慢找着吧 阿末 该是把入梦福藏在九州大陆的鸡角嘎拉里啦 阿末 非洲活动 阿末 都声儀 甚麼 哪里 阿末 呃 絕品的荒者魂死 哦 這是絕品哦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做一下 好 只能拿一次吧 而且都是這樣 好 來吧 應該升級了吧 然後大師的影片除了會上傳到Youtuber上面 嗶哩嗶哩上面也會上傳 還好先一步發現了玄冰教在倒鬼 否則成多府估計得出事 呃 阿良這次只會得當 明明是一一發現的玄冰教 小昭 你究竟怎麼發現玄冰教的 我也沒和他見過 怎麼總這麼著 英雄 女人心海底鎮 他 女人 好吧 好吧 這麼大點年紀 總比殷公子定親的那位年長 你 你怎麼還記得那事啊 實在是殷公子的出場太過令人印象深刻了 這事什麼時候翻篇哪 才能 小昭姑娘 小昭姑娘 幹嗎 有事兒說 那個 我們見過嗎 看樣子是見過 我怎麼不記得 天玄門高徒記性好著呢 不記得就是沒見過 哪能錯 啊 天玄門高徒 怎麼和說蠢貨似的 說真的 我們什麼時候見過 說了沒見過 你煩不煩 閉嘴 玉池兄 話說玄冰教的人是怎麼找著你們的 打我們離開十輪宮 這一路上就老遇到他們 英雄怎麼突然問這個 想問問玉池兄 星許知道他們有什麼目的 若非是親眼所見 都不知道他們是在煉製石之緣呢 各位各位 各位 快幫幫幫忙 有強盜打傷了我們 劫走了我們壓的鏢 要是丟了鏢 我們哥幾個 怕是得砸了飯碗 齊鏢的就是那夥人 哼 找到那帶了貨的家伙了 這下他可跑不掉了 願盡綿薄之力 一塵術唱 媽的 荒山野嶺 居然被那個壓鏢的找到幫手了 就娘的不該留活口 弟兄們 幫我攔住他們去 這一趟啊 可不能走空了 如我所料 就是這番光景 瞧著牆壁 這製料 這四周的光 一點都不像是樓蘭的東西 不 簡直不像是人世間應有之物 樓蘭 樓蘭 是亡於漢朝時的一個古代西域小國 據說他湮密的緣由與經過非比尋常 因此 我一直在尋找有關此事的蛛絲馬跡 根據我從西夏統領處偷聽到的言語 這裏的一切 應該與古樓蘭城有關才對 可這究竟是 風姐姐 西夏兵不知何時會來 我們得找他出路逃離此地才行 快看 這裏有扇門 這門上的日月圖形 好像就是開門的枢紐 奇怪啊 怎麼卡住了 這齒輪縫隙裡積累許多灰塵雜物 所以一時轉動不順 我這裏有關蘇油 兴許有用 這裏好像是最深處了 不過景色依然和前面的一樣奇軌 不止如此 我們好像還找到了 此地的主人 你瞧 兵 疑弟 你認識他 這怎麼可能 只是看到他的第一眼 腦海中有什麼東西一閃而過 不至今就脫口而出 不會吧 瞧著少女的模樣 好像一直在這裏沉睡著一般 不過 他當是個不折不扣的美人呢 你瞧他的白髮 配上白瓷般細白的肌膚 看來 就像一尊象牙細雕的人偶 也難怪我乍見之下 還以為那是一尊雕像呢 他的確是很漂亮 不過 他若在此沉睡了這麼久 想必不是凡人之術 咱們 咱們還是別驚擾他的好 是啊 咱們只是要找個逃生的出路 就在這四周看看 別驚擾到他便是 啊 這怪地方果然有秘密 你的西夏鐵衛軍貪臉橫暴 魚肉百姓 在宋夏邊垂兩地赫赫有名 這想必都是出於賀蘭將軍的領導有方吧 至於你的秘卷嗎 至於你的秘卷嗎 我不過是進來看看 你們就喊打喊殺封鎖城池 見識見識你有多少金量 幾招 賀蘭將軍 若你定要以多釋強的話 就不妨來試試看 蘭州那些士兵 就是你的下場 你怎麼回答他才好 休得無理 你沒事吧 好奇異的感覺 像是很遙遠而陌生 卻又不能再熟悉的感覺 而對於他這一聲問候 卻像是非回答些什麼不可 我該怎麼回答他才好 哈嘍大家好 我回來了 就是呢 這邊跟原作 幽城幻鍵路的劇情一模一樣 然後這邊要回答什麼呢 玩了第三次了 我再跟大家 科普一下 這邊呢 為了要完成幽城幻鍵路 完美的結局 其實也不是完美結局啦 就是要 我要怎麼講 我不能爆雷 反正有看過大師玩的那個 等一下喔 有人加入我的頻道 有個社群 然後反正就選是你就對了 是你 是你 這些人是誰 他們 他們要害你嗎 這鬼靈鬼氣的婆娘是 當敢插手此事 就贏必殺了 給我上 然後這邊 冰尼村國同時擊敗所有敵人 有冰尼擊敗荷蘭鐵漢 然後有個寶物 然後 震王不超過三個人 阿良 執政婆娑 我弄這樣子 OK 對真結局 沒錯 請賢賢先秦王 一帝 咱們抓緊降服赫蘭鐵漢 逃離此地 姑娘 前面危險 請你稍早後退 讓我們在左右幫你掠陣 我是你的劍使 我的使命 就是立於你的身前 將你的敵人 竟數土面於此劍之下 這陰陽怪氣的兵劍 這陰陽怪氣的兵劍 又是從哪裡拿出來的 兒等果然是敵人 既然如此 那便殺無射 少啰嗦 受死吧 請奉神旨 十輪成命 魂劍相遇 死不懸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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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情玩太多的確會 會不耐不耐反玩 的確你會坑膩啦 這倒是真的啦 你看我玩第三次了 不過就憑這點伎倆 可不是本統領的對手 今天就讓你們見識見識 什麼才是真正的用兵之道 死不懸軸 是真正的用兵之道 請奉神旨 封姐姐 就这么放她离去 妥当吗 她本来自信满满 却惨败在我们手下 而且受伤不轻 已然气局胆丧 此刻只会急着收兵养伤休息 应是不会再来碍事了 姑娘 多谢你方才相助 我们才能打退那个西夏统领 大恩不言谢 今后姑娘如有差遣 我们必定全力以赴 以报今日之恩 感问姑娘方名 名字 我 我不记得了 不 不记得了 我好像在这里睡了好久 好久 醒来的时候 几乎什么都已经忘记了 还记得的一点点东西 在刚才的一战之后 也像残影般消逝了 我 我记不起自己是谁 不知道为何我会在这里 我唯一还记得的 就只剩下你 记 记得我 我们应该是初次见面 哎 姑娘 何来此言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 可是 我知道是你 不会错的 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等着你 你不认得我吗 你已经忘了我吗 一弟 你过来一下 一弟 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 由那姑娘所言看来 我想她如果不是失心疯了 那就是和你有极深渊源 你当真一点都不认得她 风姐姐 你知道我今天也是初次来到此地 如果我认识那姑娘 那我们大概是上辈子就相识了 可是她望着你的样子太不寻常 她的眼神里满是依恋和思慕之情 就像是终于找到分散多年的情人一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这我可是半点都不懂 风姐姐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别忘了我是个女子 自然看得出女儿家的心思 既然如此 你不妨将错就错 就承认自己是她要找的人 然后我们先带她离开此地 以后再慢慢做打算 这 这岂不是在撒谎骗她 有你在她身边能让她安下心来 而在她的记忆恢复之前 我们也方便照顾她 算是报答她帮我们打赢这一仗的恩德 姑娘 或许 或许我自己也忘了 但如果我们之间曾有过什么 我想 我想加以时日 我们总会慢慢想起来的 你终于记起我的事情了 我希望在那儿 我依靠她 他将来 他许我 我做了 这叫我 你 我 我 我 随便找个商旅繁都 人际混杂的城镇 在客栈里 闭上几天风头便是 那 冰霖 你愿意先和我们一起离开吗 当然啊 你应该知道 我一直都是跟着你的 不论你到哪里 我都会在你的身边 沙漠中居然能撞见流寇 运气还真是糟糕 行走江湖 小心为妙 若是没人手印 怕是会让这群流寇得手了 老大 他们看样子是老江湖了 管他是什么 咱们人多 动手 这里 怎么觉得有种奇怪的力量在吸引着我 背包里的刻盘似乎也在蠢蠢欲动 这山壁的裂隙里面有什么东西 去看看 这里面 似乎有天穷倒影出的力量 难道是那样的吗 创世时留下的吗 可真是 是 你 你怎么会 阿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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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宇迟哥 你怎么突然就不走了 快走呗 爷爷还想去重庆府搓一顿呢 宇迟兄 你脸色怎么突然这么差 跟鬼上身了似的 这人是怎么回事 上回在幻花剑派也是这样 我祖上那什么附身不附身的说法 难不成是真的 但他手里又没那件东西 我没事 这沿江山壁的裂隙能通哪儿去 能通 能穿山过去的 走吧 走吧 闻起来 似乎里面有什么怪物 也许可以抓来吃 你别乱跑 依依 你给我回来呀 喂 喂 你们跑慢点儿 等等我能怎么样 真是的 每次都跑这么快 我倒进过这样的地方 这儿估计就是传说中的地脉节点 灵脉光渊 传说 地脉是盘古经脉所化 通常与武灵对应 天地间灵有多寡 聚散 变动 阴阳交态 生生不息 这是 优良 炎之优良 冰之钢盘鬼 雷之钢破鬼 暗之九环诸腹 这里看样子 是炎之灵脉 可得当心这优良 他会将体内吸纳的炎之灵气 传输给这些被他控制的妖魔 妖魔威势会提升 这样 在这儿打起来 我们岂不是很吃亏 也不尽然 想来凡事皆有解 依依猜 这里也应会有地脉之气泄出 想来 我们是能获取这些灵气为其所用的才对 阿良 是那刻盘 是谁 芸汐 快躲开 洞窟在坍塌 芸汐 你没事吧 我无事 你快去拿克盘 克盘竟是被地脉吸引来的吗 这莫非和克盘的断制过程有关 若是这样 那地脉又是什么 哈哈 拿到了 你究竟是谁 这不重要不是吗 这东西 这东西就是你想要的 你想要的 玉池兄 回神了 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 怎么像和地脉产生了什么感应 呃 其实就是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至于你说的什么感应 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就快离开吧 这地方在克盘的影响下 似乎非常不安定 难怪 星鬼克盘必须用星药之力打造 原来如此啊 地脉里流淌的 看样子真的就是逆转的星药啊 当年霍庸铸造克盘所采集星药之力 所谓斗转星仪 啊 如此说来 楼兰换成实际上就是节点 这就是你的圣女隐瞒你上古法针 不让你抵达冥界的原因啊 她可不想你碰星鬼克盘 怕你发现克盘藏匿的秘密啊 毕竟你可算不上罗后神的忠权 看来圣女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会偷偷溜进来啊 嗯 不管她做了什么 现在你都无能为力 不是吗 你没法从这出去 你贪恋的力量把你永远都困在这儿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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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以为我就没法出去 你以为我对那些法针一无所知 你忘了是什么 把这一代的不动尊者从十轮宫引了出去吗 什么 难道是三眼的法针 哼 三眼法针上凝聚出十 已经增强了双使降临之所与幽界的联系 你看 这一系列的事情是不是才该叫天意啊 你们等等依依呀 依依知道怎么寻灵脉光渊啦 啊 那你盯着我看干嘛 两眼发光跟个夜吃似的 妹啊 说谁呢你 依依说正经的呢 找灵脉光渊就是要用到玉池哥你呀 玉池哥你手臂上的印记 和刻盘一样与地脉有感应呢 你看印记流动的走向 坊间一文传说中 山川河流的脉络走向随世事变迁变化 诶 真的 音音有些相似呢 十轮的印记和山河脉络变迁痕迹 看呐 这里还有这里 就能找到地脉节点 灵脉光渊 登登登登